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今天來開箱這個 INSTA 360 GO STREET 它的一個保護殼 大家可以看到詹姆士已經上了一些矽角的 但是呢 詹姆士覺得矽角的這一面呢 好像沒有 可以保護的很周全 所以呢 詹姆士又入手了一個 這個是阿麥的保護殼 外面的紙盒 乾淨的 好 開箱吧 好裡面有送阿麥的 貼紙 接下來就是 它的保護殼 它這個不是全密閉式的喔 它下面這邊可以 打開的所以說呢 可以直接裝上去 那它這邊是用 拉電式的 那裡面呢 是籠布的材質 籠布的材質 那這邊有做相對應的凹洞 前面呢 可以看到出來 它凸出來的 就是配合它的GO3 好 這邊有一個阿麥的一個 很多朋友這邊 好 我們來合看看吧 因為 這一個呢 矽膠套呢也是阿麥的 也是阿麥的 也是阿麥的 好 阿麥應該請詹姆士做代言 對不對 好 都是買阿麥的 好 那這樣可不可以套進去呢 試試看啊 好 這樣是OK的喔 就把它合起來 拿電拉起來 蠻OK的 那下面可以直接這樣子 拿起來也是 那這樣可以直接拿起來也是沒問題 那下面會不會撞到呢 它下面突出的地方還蠻高的 你看 從側邊看 從側邊看 這邊突出的地方還蠻高的 所以應該是 掉下去應該是不會撞到 機身 它應該會直接 卡到這邊 硬硬的地方 所以 保護力應該算 還是夠的 那 阿麥的山姆士裡面 已經有買個洗膠套 所以 是多層的保護 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 可以 扣東西的 你可以用一個 東西 扣在你的包包裡面 就 比較不會掉 那這個拉鍊呢 拉鍊 這邊 有包 一層 應該是 塑膠吧 摸起來 就不是 金屬的 納鍊 OK 那今天這個呢 就簡單開箱給大家看一下喔 如果你想要找 保護套的話 然後又下面 樓空然後可以直接這樣子 扣上去的 阿麥呢 也許 可以考慮一下 我是專門士 再見囉 掰掰